火局表示右汉順利樓搬遷工作進入最後階段 目前還有五戶不肯遷出 而完成搬遷後 當局會在原址增設公共休憩設施 同設立聯絡署 接受市民有關舊區重整的查詢 李麗尚博特 補償安置及鼓勵政策工作小組 舉行零八年第一次會議 房屋局副局長譚光文 介紹順利樓最後階段的搬遷工作 小組召集人梁景成在會後表示 順利樓四棟寫屋住有176戶同三個社團 在07年開始同住戶進行搬遷協商 直至去年12月中 九成七即是171戶已經遷出 目前已經上樓 但是有五戶涉及十多人就堅持不肯遷出 據了解這五戶在較早前已經簽署搬遷同意書 希望繼續租住寫屋 但到柬樓的時候 這五戶改變主意提出要購買京屋 基於公平性 房屋局不能夠答應 直到現在仍然未能達成共識 我們希望房屋局快點完成這五戶 事實上再拖下去 衛生環境和置溫都是越來越差的 對附近居民都是一個 從大局著想來講 我們都覺得快點解決這個問題 梁景成說房屋局會繼續同這五戶進行初詢 並不希望採取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但是若果啟動法律程序 當局可以依法強制終止他們的租約 梁景成又說 在完成所有住戶的搬遷之後 原子將會增設公共優器設施 也會設立聯絡處 接受居民有關舊區重整的查詢 另外小組還討論了未來的工作安排 梁景成說小組希望每個月開會一到兩次 希望爭取在今年內完成 舊區重整法律制度草案的討論 進入立法程序 而價值單位數目的計算 啟動的百分比和補助措施等 都是小組特別關心的重點 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撥